中華三宗 願祖先 願祝彼詩 有世界健康 定位無前前 願望台灣英明 生世風的大事 願祝彼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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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風水法則在我們的生活周遭 很多人不相信風水 很多人把風水當成是迷信 是因為你不懂得風水法則 懂得風水法則的時候 我們凡事 師父告訴我們凡事皆瞻 昨天我們一位老師退休的一位同修 帶著他爸爸來 拿了一張圖 三合院的圖給我看 結果呢 三合院是在甲午年的時候 一百零三年 因為兄弟的糾紛 所以呢 把龍鞭 火靈 三合院大家知道對不對 甲薪 火靈 他把龍鞭的 接著 甲薪的那一間房 就因為第三房跟第四房的糾紛 把他拆掉了 結果拆掉 我把他算甲午年 他是坐東向西 也沒有山煞在北啊 結果呢 三合院 正行給人 那個是要動 不能隨便亂動 也不能隨便爭建 尤其是在白虎方 結果呢 他們兄弟是用抽籤的分家產 總共有六房 那麼在甲午年呢 把青龍坊 龍鞭的 這個就是我們的守備這個地方 的這一間房 把它拆掉了 他爸爸是第五房 剛好是分到一二三 分到這三間房 也是在青龍坊 結果呢 他爸爸 過敏多久 就車禍 傷到腳 哇 傷了很久 他那個腳傷了很久 那昨天為什麼來問 他說 法師 這有什麼問題啊 現在大房 大房 大房呢 住在湖邊 很奇怪 大房住在湖邊 那麼 在湖邊的青龍 青龍坊拆這個房子 真的 現在都還拆掉喔 都沒有補起來 有那麼大的影響嗎 我說有 他是上到左腳 結果呢 大房的大哥 也想到 倒腳 左腳是哪一腳 你倒腳什麼腳 龍腳 荒腳 還是走腳 龍腳對不對 結果他兒子也傷到 那我跟他看了命掛 我說 命掛是他今年也有問題 原神破 原神破也有問題 好了 那我們知道 三合院師父所開示的 不管是陽宅 或是陰宅風水 那麼 這邊是第幾房 青龍坊是第幾房 青龍坊是大房對不對 這邊啊 真心什麼 這邊啊 結果呢 三房都沒中 因為三房在外 傷到 住在附近的第五房 按照到底講 第五房沒有事啊 結果第五房在拆遷的時候 馬上 動土的時候 拆掉那個 拆掉那個 架 火靈的時候 就傷到他爸爸 然後接著 就傷了 三殺 傷了大房 因為大房的這個 我們的 大 大手臂知道吧 大手臂你們看有沒有 這間 我們架心火靈 是不是 護龍有 有三間也有五間的 對不對 就是第一間 接正身架心的 這個 這間去它傷掉 所以 由此 回應我們 原生法師 剛才講的這個三個案例 剛好是昨天 來問的這個案例 那真的喔 尤其我們在南部的 有很多 三合院 三合院 架心火靈 你要修造要動土 要修建 那個都要非常小心 一定要知道說 三殺在哪裡 三殺在哪一 今年的三殺 今年的太歲方 這個都非常的重要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請 原賢法師 原賢法師 他 我們都知道 他是我們一心道場的住持 那今天 哇 我們真的喔 我們的中門非常的寬喔 我們來講的非常的廣 包山又包什麼 包海對不對 整個宇宙星球的法則 都在易經風水裡面 那現在跟我們分享的是 慈悲靈感太歲也 我們熱的掌聲 請原賢法師 發表正道 請原賢法師 發表正道 剛才師父講說 養賢養賢養賢 養什麼賢 其實我認為兩個都是等號 都是等號 有一個笑話 我問青山何時老 青山問我何時賢 對不對 不是賢人賢不得 能賢豈是等賢人 所以這個是不是 幾乎是等號 就是因為我不是賢人 所以一直忙到現在 了解嗎 因為我的法號有賢 名字也有賢 那按照師父給法號 我的感應 假如我今天是賢人的話 師父一定給我說原聖 希望我當聖人 是不是這樣 所以因為我還不是賢人 所以要努力往這個方向走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題目是 太歲也 那老主很慈悲 讓我學習的過程 常常會給我一個主題 然後好幾個案例幾乎同時發生 然後結果不一樣 這樣才可以比較啊 那 所以老主很多都安排好 我不會等很久去收 等了好幾 一兩年收集的幾個案例是一樣的 那 最近 今年 幾何年 遇到兩個案例 遇到兩個案例 我正在籌收住 這個報告怎麼寫的時候 竟然有同修自投的網 來跟我講 他最近住院 為什麼住院 心臟一次 一分鐘跳幾次 六十多七十嘛 他說他跳一百五十次啊 不得不去住院 不得不去住院 都快要攤掉了 我心裡想 哎呀 老主真會安排啊 我正在寫奏頁 又排一個案例給我 一樣的案例 是吧 那我對這個 為什麼會 很有 興趣呢 因為每次的初一十五 我們都有祈福 我們祈福 童修來得 比較有空是晚上 所以我都會在 所以二十九號晚上 或是十四號晚上 就祈福 誦經送到子時 就是教初一的嘛 後世十五 那在誦經祈福的過程 因為我幾乎都是在中尊 所以負責念文書 所以人家的文書 就有感 就感受 我師父真的是 明師啊 書聖就書聖在寫文書的部分 那我相信大家手上都有嘛 有嗎 沒有 好 那我念一下 其中一段 我認為很重要的 禪祭山 維新聖教 先佛寺 一心道場 安登奇安文書 其中有一段是 今至今時 新逢幾亥年 太歲新君 代天巡守 世間善樂 善者護佑 惡者天誠 敬畏人心 今至今時以千心供養 花果栽傳 奉誠王禪老祖邪廟真經 鬼武先知天的經法宴 供養法界諸天聖神光降道場 加持善性大德 磨分淨除遠離 這是重點 知道嗎 就是我們犯太歲的人 沖太歲的人 去安太歲的時候 諸佛菩薩來加持 讓你的身邊的煤氣 災惡遠離 我們是 重點是在這裡 而不是像有些道場 或者外面的寺廟 安太歲 你寫個名字 我就貼在燈泡上 這樣就好了 差太多了 差太多了 對不對 我們所有道場 幾乎都有做早課晚課 我做早課晚課 初一十五有祈福 這就是殊勝的地方 所以維新聖教 在安太歲的部分 我認為 我很有信心 而且很相信 所以我在案例的過程 服務的過程 看到有人很嚴重 沒有安太歲 我就趕快叫他安太歲 不是說我到場 多一個收入 不是這樣的意思 希望他能夠趕快安太歲 至少先安定下來 平安下來 這是我對 我們維新聖教的 太歲爺的感應 感受 我們常常講說 太歲當頭做 無哉必有貨 對不對 是一定這樣嗎 未必啦 所以我認為是 結論是 我心要正 行要正 心要善 行動要善 太歲 諸佛菩薩就來加持 摩分淨除眼離 哪有是說太歲 是會當頭做 無哉必有貨 所以太歲是代天選手 我們只要做得好 他都看在眼裡 都會忽悠的 所以要有這個信心 研究的動機與目的 我們的命掛 我今天擠了三個命掛 命掛大家都知道 哭啼一聲就決定了 對不對 命掛是空性而像 像就是結果的意思 是空界 我們因果 空界 那有了這個命掛 我們這一輩子這樣走 一路走來 有做善事 有做壞事 加加減減 最後一個結果出來了 所以那是社界的像 社界的結果 那各種命掛隨時空而變 命掛一樣 但是結果會不一樣 為什麼 因為跟先天的本質 後天的業果 密不可分 先天本質 你什麼命掛有什麼特性 就固定了嘛 你後天的行功利得 還是有業力 就會產生變化 業果相有關聯性存在 那因緣合合呢 我最近找了三個火折魁的命掛 一探究竟 覺得很有意思 就研究 目的 釐清師父師尊 來論述命掛的時候的邏輯 師父常常在講命掛 我們講了很多規則 我們遞到其中一個去瞭解 他的想法 邏輯是怎麼樣 那來助 幫助我們修行 並呈現些微心得 與同修交流 作為後續研究的參考 那文獻回顧 我們所有的 我們所學的都在 微信道章裡面 對不對 還有我們學的最多的是 沾輪補益 還有三陰命補相 五剛珍藏 這是這個 那比這 我以今年服務的案例 來做供養 那我們來講 太歲 民間習俗 我們所謂定義的太歲是 出生的年的地支 和流年 同一個字 我們都講犯太歲 或者叫做做做太歲 我想犯太歲比較好 做太歲 做在太歲頭上去了 出生年的地支 以流年地支六聰 叫做聰太歲 請問是犯太歲比較嚴重 還是聰太歲 大家都說聰嘛 我感覺也是聰比較嚴重 因為我自己的體悟就是 衝很嚴重 第三 犯太歲 衝太歲 者 安奉太歲 所以安奉太歲 最好在家裡 我有神廳 我在家裡就安太歲 甚至我到場也有安太歲 我兩邊都有安 藉由安登祈福 祈福相安等等來化解 就是說年初有犯太歲的時候 很謹慎很保守的 我年初就擺祈福相安先來化解 那維新聖教宗主也開示 除了這個流年這個命掛之外 命掛按照後來的業果參辦 這些都會有點變 所以比較可靠的是什麼 沾流年 沾流年 所以一支一年的食慾 知首進退 那假如說真的不行 那藉由聖經消災化解 消災化解 百祈福相安這些 那如何來斷這個流年 師父有很多的年都有講過 解流年掛的要領 對不對 很多嘛 很多年都有 大家可以拿來參考 因為經過這樣的消災化解 來天福避凶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看 有三個案例 我分為 因為命掛都是火折魁 甚至兩個都是動第二搖 變成火雷四賀 所以我就用甲乙品來分 要不然就弄不清楚 第一個 民國四十九年出生的 我把它列為是甲 這個人幾歲 六十歲了 六十了嘛 他的命掛火折魁 動第二搖 卯木化隱木化退神 那四搖是有金 庚子年 物子業出生的 所以他以四搖來講 他都是生出嘛 對不對 是修求嘛 但是沒有授課 也沒有破 沒有睡破 沒有夜破 只是生出而已 那祭神呢 是父母 兩個父母搖 四火父母搖 父母搖 忘不忘 年齡夜齡都來課 不忘對不對 不忘嘛 那這一位呢 男仲 在一百零六年的時候 幫他的姐妹 姐姐吧 姐姐開一間佛寺 他就去幫他修剪樹木 從樹上掉下來 昏迷了幾個小時 沒有人知道 後來他姐姐去外面找 才找到 倒在哪裡 所以他後來他就開刀 腦 他在腦的地方有開刀 有流血嘛 開刀 從此以後 那就像老人家一樣了 走路也不大會走 也站不穩 好 那 今年 來到今年 四月份又住院 住到醫院裡面 他就覺得很奇怪 所以就 他是我們某個 知會的會友 透過知會長 就跟我講 為什麼他 前年摔倒 掉下來 今年又住院 然後還有一個最重要的是 左腳靜脈曲張 那個血管像 腫得像筷子那麼粗 硬硬的 繞在他的腿上 突出來 左腳 所以我就去幫他看 一看 也事後諸葛 印證一下 真的是很有意思 106年 是不是丁友年 丁友年 嘛 是不是四搖犯財稅 一般人不懂 他是老鼠鼠老鼠的 他哪有犯財稅 沒有犯財稅 但是我們寫的一金命貨 就知道他四搖犯財稅 做財稅 然後掉下來那天是 10月30號 是旭月 旭月 卯旭六合 好 卯旭六合 掉下來那天 那 後來的腳呢 就出問題了 以命貨來講 第二搖是不是腳 腿嘛 第一搖腳板嘛 第二搖小腿嘛 腳 化退繩 所以這個就是說 他的腳 在他人生過程裡面 會功能越來越差 不是化進繩 是化退繩 所以應驗 那今年 今年就是一個重頭戲 師父有講 有開示過 今年 海水 沖起四火 沖火來克金 那小心 心臟病 師父有講過嘛 那我 看了這個之後呢 我認為他 該要 該要 安害水 馬上就幫他安 因為沖 海水沖 激神衝動了嘛 克四遙 但是這個 嚴不嚴重 嚴不嚴重 好像嚴重 好像也不怎麼嚴重 很難比較對不對 那這一個 我們暫且放過 再看 這一個 這個我把它編為 病 這位先生呢 我不認識 是童修跟我講的 童修覺得很奇怪 他說為什麼這個人 年紀輕輕 三十七歲而已 都好好的 只收走就走 為什麼走 心臟病 心臟病 他走的那一天 是 一百零八年 三月二十三 剛好是 駭卯衛三合 駭卯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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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天 老主很慈悲 去翻舊資料 存檔的資料 一翻一個紙本 掉出來一張紙而已 一張紙 剛好是師父講 榴槤卯的 講榴槤卯 今年是什麼樣 要怎麼樣 處理 其中有一句話 是講 命卯 命卯有三件事 其中有一件就講這個 祭神藏身來克的時候 有灾惡會來 祭神藏身 你看喔 似火是不是有金的藏身 其他的五行有沒有藏身來克的 請問 有嗎 蜀木的藏身是什麼 亥啊 沒有來克啊 蜀土的是生金嘛 是生出嘛 蜀水的是生金是生入嘛 沒有來克啊 蜀火的是什麼 蜀木啊 是銀啊 銀來銀木生火啊 所以唯獨只有屬金的 藏身是似火來克 所以就剛好就是 原來是這樣 所以難怪是水衝動似火來克 所以是水的問題 還是火的問題 是火的問題嘛 因為火是心臟嘛 似火的樣子就像心臟 心臟的問題 要不然就是呼吸系統的問題嘛 但是肌力比方高是前面那一個碼 是心臟的問題嘛 所以我這樣一看喔 原來是這樣 那為什麼它是二葉發作呢 我認為它的動搖 剛好害馬胃 害馬胃 所以馬胃土生四搖的過程 當三合的時候 可能那個三個三個就合在一起 就沒有作用了 所以四火父母兩邊的同時夾工 就中間沒有防火牆了 直接就克四搖 這我的看法 是年輕人三十七歲 一兩天就走掉了 再來第三個命怪 那就是四十二年了 四十二年今年幾歲 六十七了 六十七 六十七歲就是我們那個同修 送燙的命怪來給我研究的 他也是動第二搖 卯木動化退繩 但他的腳是沒問題的喔 還好 但是呢 他午夜的時候住宴 就是講說心跳一百五十下 一定要去不得不去住宴了 所以住了好幾個禮拜 現在回來 回來之後呢 像老人家一樣 不敢連走路都慢慢走了 那麼 他 他的命怪 你看 魁四年 已有業 他的四搖是有金 請問他的命怪 四搖忘不忘 忘嗎 魁四年 火來克金耶 稅君來克四搖 業令跟四搖又衝又月破 所以他這個命怪是 算是最弱 三個裡面最弱的 最弱的 好 那麼看 祭神來論 祭神是火 他是魁四年 所以祭神忘不忘 很忘啊 命怪四搖若 祭神很忘 照講這個人 是比較 比較不動頭啦 對不對 好 所以這三個人的命怪 排出來的結果 以四搖來論的話 最忘的是最年輕的 三十七歲的 第二個是六十歲的 第三個才是六十七歲的 但是以祭神的妄向來看 祭神最忘的是六十七的 再來是六十歲的 再來是三十七的 對不對 好 這個命怪是這樣 最後結果是怎麼樣 三十七的先拜拜了 先走掉了 六十歲的 體弱都病 我跟他講了之後 你再不來修行很難了 現在跑進來上課了 好 來上課了 那六十七的是我們的老同修啊 平常就念經 送經很多啊 拜拜 他都很熱心在做 所以 命怪是一回事喔 但是 得到一個共同的結論就是 火折魁的命怪 今天會出問題的都在心臟 好 師父講 是心臟 所以要注意喔 要保護好 印其一在四頁或是十頁嘛 對不對 還有一次啊 十頁喔 好 那 他的共同點 命怪雖然是這樣 但是結果是不一樣 所以一個 一個 心得 心得 相同的命怪 結果未必相同 第二個 排第二個那個椅啊 就是六十 那個 是 是 是秉啊 是以 進中門六年的同修 一直秦宋經 學佛修行善 今年在道場 他有安奉太歲等 他知道嗎 雖然 他的是 歲君 年齡也犯太歲 充太歲 四遙也充 四遙沒有充太歲 是年齡充太歲 但是祭神也被 太歲充動了 所以他知道要安太歲 那 賈和餅呢 是沒有在學 學修 沒有在送金的 所以今年也沒有安太歲 那乙呢是充太歲 餅是犯太歲 所以我認為衝大一犯 結果但是結果呢 剛好顛老過來 病比乙還嚴重 最年輕那個最嚴重 所以四遙是看健康 以年齡排序 是那個37歲的 比60歲的 比67歲的 這樣排健康嘛 那結果剛好相反 剛好完成電腦過來 所以這結論什麼 行善 真的要行善 要修行 要誦經 宗教法一消災天福 如此可得到平安性圓滿 所以要修行 要行善 勤誦經 這是少不了的 少不了 要不然那個 我們那個同修 67歲的 也年紀滿大的 身體也弱 平常就弱 因為他四遙弱 病奄奄的 至少到現在還會呼吸 那個很 身體很強的 那個已經不呼吸了 這樣清楚 所以我的感覺 給我的心得就是 提醒大家 犯太歲 充太歲 不能等閒四肢 真的 然後看命掛 看命掛 那個 一點點的梅槓 都要注意到 都要注意到 所以我就印證 師父的一句話 祭神藏身來課 用神的時候 很小心 災厄會來 就這個 找來找去 只有屬經的 才會來課 其他不會啊 所以假如我們大家都 行善修行 誦經 宗教法醫 消災祈福 天福 那 哪來的說 太歲當頭做 無災必有禍 每一位太歲都是 慈悲靈感的太歲爺 對不對 一降心得跟大家分享 謝謝大家 阿彌陀佛 還有一分鐘 還有一分鐘 一分鐘上給處長 楊 host 讚不讚 師父就要 法師就是把正道 做一個給大家 orden究 學習詠經的動力 研究学习疫情的动力 事实上文章盖世写的天花乱坠 倒不如我们来一个正道的挂历 正道挂历都在我们的生活周遭当中 刚才原贤法师讲到命挂是什么命挂 我也来讲一个火折魁 前几天有一位信徒哇 急急忙忙 一直要找 要找法师 他说你到底要找哪一位 他说不知道啊 我看到师父的节目 他说他家的那个狗马就顺水流 所以呢就一直急 是不是顺水流影响到他的事业 影响到他负债累累或是有官司的问题 哇他找找找找找找 我想说好啊 他要来找我刚好就碰到我 那第一个呢 我就先给他解这个疑 解这个疑就是先捕第一个挂 我就问他 你什么时候生的 他说他是以四年生的 以四年生的今年几岁 姓啥 姓啥 爪 几岁 五十五对吧 他说他很不顺啊 自从知道说师父在看 他一直在看师父的节目 看师父的节目 然后他本身也在念经 也在念经 看师父节目的顺水流 真的有那么严重吗 结果我跟他普了一个挂 我说那你大门有没有顺水流 他说没有 是没有 那挂谱出来 我说还有财啊 挂中还有财啊 我一看 我难怪你不顺啊 你是以四年生的 今年怎么样 什么 冲泰税对不对 他说法师 我有去问呢 我偏冲而已 我说真冲你才是害的 偏冲 冲就没得了 还在偏冲 他不知道去哪里问 问说今年的泰税 他只是偏一点而已 我说这个冲与不冲 没去论天干地支 没在论真冲和偏冲 总是怎么样 都是冲 那法师 坐泰税是不是比较严重 一样严重 你做泰税就是犯泰税嘛 对不对 那泰税 你去没台没子 你去冲泰税 你大还是泰税大 当然是泰税兴君嘛 对不对 泰税兴君比较大 我又帮他补一个卦 我说那好 他说法师 不然我将 把那个神位把它改回来 就是过糖水 糟糕 我跟他又补了这个卦 四窑洞化回头客 四窑洞化回头客 你看好吗 也是不好啊 那这个牵涉到什么问题 什么问题 你们知道吗 刚才原贤法师不是说 六十七岁的买死吗 对不对 要有做什么 要行善既得 没台没子 不要做英人 要做什么 闲人要念经吗 要不 各位同学 闲人要念经吗 要啦 自己来培养自己的浩然正气 培养自己的正向正念 结果我又一看 我糟糕 他以四年生的 他命怪又是火折什么 葵 我赶快画图给他看 不好意思 他说你没死你也拨掉命了 不好意思 把他吓了 因为他有念天德经 我说今年 你要特别注意 文书的问题 因为他所经营的事业 跟文书都有关系 今年是什么年 几亥对不对 几亥年会冲什么 初遥是什么 几亩 是否是什么 六亲是什么 父母 六遥的六亲是什么 也是父母 他是内外 有没有夹几 哇 这个很严重 他说 法师啊 我在付这个 那么多千万 还是要怎么 我说 赶快 你究竟 我们有42个分寺道场 还有三四十个教室 你究竟赶快来学艺经 老师很不容易 法师很不容易 我没用 我也没办 你念经 来回向你自己 然后我要请他妈妈 也一起来 一起来念经 你看 现在几月 七月 六月 农历几月 六月 对不对 农历六月啊 那六月呢 他不顺是从 今年就开始不顺 所以 几亥年 太岁冲济神 刚才原贤法师讲的 太岁冲济神来客室窑 影响多久 影响多久 是不是一整年 你都要怎么样 谨慎保守 你都要战战兢兢 他说 我这个房子会不会卖 我说你先修 修自己 赶快念经 给你的 这些冤亲在主 最好 我建议你 你能来 揭法 来学义经 法师 我看书的 这不二三十年 看了 不懂得保护自己 有用吗 有没有用 对不对 你不懂得保护自己 书说的 口口中 软软目 口口中 软软目 不知道凶 不知道什么 不知己 不知什么 不知凶 人就是最怕 最怕 去造成什么 造成错误 那么 就变成 要来担负 这些因果了 所以 刚好 原浅法师在讲 慈悲灵感太岁也 我刚好这几天 碰到一个信徒的这个案例 跟大家一起分享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请我们 刚才师傅说 一个 四届六届 二届还有八届 八届的没有在这里 我们第二届的 原浪法师 他也是万华教士的住持 那他的国学造诣 国学造诣 在 非常的高 尤其他现在又在 还在 更高一层的研究 更高一层的研究 那我也知道说 原浪法师是我所敬仰的 他的诗词歌赋 他的希故雷娜 哇真的很棒很棒 那今天呢 原浪法师跟大家分享 幸福人生与风水 我们这对掌声 恭喜原浪法师 来跟大家分享 真正的主持人 原浪法师 真正的原浪法师 真正的原浪法师 敬敬的各位同修 阿弥陀佛 刚才听到我们原浪法师 他说原浪法师 他说原浪没问题 结果最后 我是去不生 所以这实在要有福报 那么为什么谈到阿里山的风水学 我特别提醒 因为原浪今天讲的题目是 就是幸福人生与风水 以风水 以风水 那么说真的 其实今天的发表人本来不是我 本来是原浪法师 但是因为我们苏星宿情室打电话给我 说原浪法师你是不是有空 刚刚好可以 第一个现在是暑假 第二个 我这边幸福人生与风水 刚好是在六月底到新加坡 是有新加坡的一个集团的财团 去演讲的题目 所以这个如果现在拿起来的话 给你们看的话 对你们来说 相过头 什么 相过头欠 但是我还是把它写下来 因为当时他说 最少你要把栽药写上来 写上来 所以这个是给新加坡的那些 不研究的人看的白话 但是我就把它写出来 不过没有关系 今天我还是会谨尊师傅所说的 不知我言 不知也 知我不言 不仁也 大家有讨过吗 这句的记得是吗 所以要特别告诉各位 那么这个是我在六月底 刚刚好到新加坡 需要到新加坡去演讲 那么说真的我到新加坡去的话 已经第三次在那边做大想的演讲 而且得到非常好评 所以要特别感谢我们中文书户 给我们这个平台 那么书户刚才开始说 我们要千则贤 要第三千 但是我要告诉各位 今天能坐在在座的各位 都是非等闲人 所以不用忘记悔薄 譬如说我把这个 接着的案例来告诉各位 那么他第一打电话来说 某某上次叫廖老师 廖老师 廖老师 新加坡做一次的演讲 我说可以啊 他就问了说 那廖老师请问你 你要搭什么样的飞机 搭什么飞机 我说请问你们总裁 搭什么飞机 我就搭什么飞机 那么买过来 比如说他们总裁 来台湾都是大 最少都商务仓 所以当然就给我买商务仓 所以我要告诉各位 我们孙伟在座的 尤其我们书户给我们这个平台 不要忘记悔薄 书户们要千则贤 没有错 像书户的话 他是 我是想讲书户 这个是很透视的一位 是奇人异士 我说他包括了哲学 包括了神学 包括了玄学 荣如包一生 包括了能够天人合一 兄弟天文 兄弟弟弟 中通人佛 这种人很难找 很难找 所以当然书的词别也好 那么我在这边也要告诉各位 我们身为一个好的 研究风水者的话 祖书也说的 不是我说的 他说要 第一个要计备三个要件 第一个要件要有 乔乎的腿 第二个要有少女的嘴 第三个要有壮严囊的身价 那么各位 如果你出了中门以后 走到这个门以后 进到了四星班以后 如果不能有乔乎的腿 就没错了 为什么 没法去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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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东西 都会认证 不过现在还好 因为现在如果你研究 拓彩的话 可以利用Google Google 利用现代新的这个用技 把整个那个山的山脉龙脉 调过来 就变成可以 各位可以怎么样 可以隔三 点什么 点谢 但是 你要有这个能耐的话 你所当其冲 要具备有 最后面相当的知识 所以首先要有乔的腿 像你们这一次 一三我队没中 你们队有中 有队属于在旁边 走到够够够的吗 谁去手 恭喜你们 怎么这么少人 击手 奇怪了 那如果你不击手 就没有办法 具备一个标准的 那个风水大师 因为你们要敲的腿 少女的嘴 就是讲话要含蓄一点 人没问 人不要说 人罵也不用说 要少女 少女的嘴 它是含蓄的啊 含羞待怯 就好像月亮一样 然然而生 甘命要在这些抗 好常那些抗的时候 那么让人家有所震撼 那么免费要跟着 灭头要满然然然的上升 而且要有能耐 要有能耐 特别注意 所以当你有 恰恶的腿 又懂得少女的修养跟含蓄以后 那么接着下来 不要给中文老虎 输入给中文明台 一定有状元朗的身价 大家听懂不 我只是给您教 还有事要要注意 好啦 那么这次因为 梅 노래�跟梅姑姑弟就会去 那么我所长讲 我所长自我介绍说 研究《易经风水》是我的兴趣 研究《易经》《责学》是我的兴趣 以疫情風水 為有緣人服務 是我若愛的工作 若愛的工作 所以我每次到外面服務都服務得很愉快 也很勝任 所以我要感恩師父還沒來 我現在在這裡感謝 說感謝恩師父 看師父聽到 看他有聽到 好嗎 那我的實際上要跟師父這樣 因為師父當時 因為我們是第二屆的 跟師父接縁的早 但是人事也很少 那有某種因事的關係 我追隨書很多宿下的地方 那麼宿下我告訴各位 這是我的經驗 跟隨中文的經驗 很多很多玄妙的經驗 那姑且不談 因為時間有限 你有機會在宿下解決閒聊 天文的勇氣 天文的勇氣 與祝福去完全是從來 最愛這一本的一圈 最愛一項是從來 始終於是從來 從來 無事的律狀 甚至今 有限區 那些後 都連結 有限區 他 會